今天要來評測我們的老朋友XRUN的AERO PRO 低延遲降噪耳機還有Track 自適應開放式耳機 這兩款耳機都是不同面向 而且各有特色的一個耳機 我使用了幾週的時間跟大家分享我的看法 首先是AERO PRO 它的包裝設計非常的簡約也好看 在商場的陳列上可以很快的辨識出 這就是XRUN的產品 包裝盒有特別標示出超低延遲跟環繞力效等等的特色 我自己是非常喜歡白色這款的包裝盒設計 它的配色還有整體的排列都非常的好看 那黑色的名字叫做鑰匙黑 白色的話是雪障銀 打開盒裝就可以看到耳機盒本體 那上方有內附舒適耳塞還有重低音耳塞 AERO PRO耳機上標配的就是中間尺寸的重低音耳塞 那舒適耳塞它是做比較軟一點的矽膠 戴起來比較不會把耳洞給撐開 有一種軟墊的感覺 那重低音耳塞就是做了稍微再硬一點點 它可以把耳洞再塞得更密實一點 不讓重低音跑出去 那另外裡面還有一條USB-A to USB-C的充電線 那耳機盒本身就非常特別 表面是磨砂質感 然後摸起來很舒服 也不容易沾上指紋 那這個耳機盒的邊角會有分界線 所以它在模具上是重新設計了一個全新的造型 它主要是可以提升手感和增加X1耳機的辨識度 那底部還有一個USB-C的充電口 那耳機盒本身也支援無線充電 並提供27小時的續航時間 那耳機本身關閉降噪連續播放 可以達到9小時的續航時間 這幾週時間使用Aero Pro的過程之中 有發現Aero Pro的佩戴偵測 可能是我用過最靈敏的機型之一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偵測速度有多快 它一離開耳朵馬上就暫停音樂了 戴上馬上就繼續播放 這跟其他耳機有很大程度的差別 再來就是降噪能力 Aero Pro的耳機要切降噪或是通透的話 要使用長按觸控的方式來做切換 那這個長按觸控的方式左右耳都會使用 那另外也可以下載XRON的APP APP裡面可以調整0-20級的主動式降噪 那我自己是習慣開到20 那我用了Aero Pro的主動式降噪之後 我覺得它是現今旗艦耳機裡面第一梯隊的等級 那其中你還能切換三種針對不同情況的降噪模式 它分別有舒適、交通、室內 那這個是XRON針對不同環境下產生的頻率去特別設計的模式 那如果你人沒有在戶外在室內開啟室內模式的話 可以感受到空調的低頻和人講話的聲音就特別被消掉了 那在戶外開啟交通模式的話 在路上的轟鳴聲還有來自不同方向的聲音也都會被特別消掉 所以它的降噪體驗是非常強的 那再來講像通透模式 通透模式它也是分成0-20級 那這次Aero Pro的通透模式的麥克風收進來的聲音特別的自然 不會有一種失真感 那如果你看到20級的話 很像是把周圍的聲音都放大了 比自己平常耳朵聽的聲音還要再更多更清楚 那這個通透模式也有三種模式可以做調整 分別是人聲加強還有環境清晰 也能夠依照狀況來做調整 那再來就是Aero Pro的配戴感受 它的耳機非常的服貼 沒有太嚴重的異物感還有下垂感 那耳機本身的重量集中在機身內側 所以可以很牢靠的撐在耳洞裡面 那這次Aero Pro的音質其實也是充滿了XRON的特色 它的低音有彈性 中也非常飽滿 高音的解析力也很高 是非常清晰跟明亮的感覺 那另外你也可以在MyTune裡面 使用Tiler ID2.0個人化EQ 但我這幾週都是使用搖滾EQ來聽音樂 那MyTune App底下還有一個 Turbo Bass重低音演算法的開關 這個東西它可以透過演算法來加強重低音 這個Turbo Bass是針對XRON Pro 環繞音效所開發的一個演算法 那它主要是製造出一個虛擬低音來補足 環繞音效拉寬音場之後 它的低音會比較散的那種狀況 那我個人在一般雙聲道沒有開啟環繞音效的狀態下 嘗試了這個音效 開啟之後發現Turbo Bass它這個音效比較吃特殊的音樂類型 那如果本身是重低音就很強的音樂會比較不適合一點 那如果開啟環繞音效再開啟Turbo Bass虛擬低音 會聽得到Turbo Bass的演算法它把中低音給補齊 所以它聽起來會更集中 它的環繞音效效果會更好一點 所以目前Turbo Bass在一般雙聲道開啟之後會因為不同的音樂類型而有不同的表現 那Turbo Bass的演算法我覺得還很新 所以我相信XRON未來還會再做一些調整 好Aero Pro最大的特色就是低延遲 那這也是單耳機透過藍牙連接 並開啟超頻模式透過XRON Low Lengthy 它可以做到AAC還有SBC編碼 45毫秒的超低延遲 那這裡要順便提一下AirPods Pro 2的延遲 它是126毫秒左右 所以如果你有在玩音樂遊戲或是希望遊戲的畫面跟聲音 能夠盡量同步的話 會建議你在Might-Turbo裡面開啟超頻模式 這樣就可以在純藍牙的狀態下 把延遲壓到最低 那如果你還想要再更快延遲更低的話 XRON有推出Sound Connect Pro電競級的發射器 那它走的是私有的特規藍牙協議 它能夠改善其他廠家使用Wi-Fi發射器特別耗電的問題 那如果你使用的是Sound Connect Pro發射器 它就能夠實現48kHz的CD級高解析雙聲道音訊 所以理論上你接上這個發射器之後 Aero Pro聽到的音質它會更好一點 那我自己實際接上iPhone 15 Pro去測試音樂 它確實能夠聽到高音的解析力又清晰了一點點 那這個接收器接上裝飾之後就會自動連接這個Aero Pro 它的延遲最低最低可以達到30毫秒 所以它的延遲可以壓到非常非常低 我覺得它的表現基本上很接近有線耳機 那我也有發現這個Sound Connect Pro的發射座很有趣 它可以把發射器插在這個底座上面 再接上延長線來做使用 那它的用法就跟現在的無線電競滑鼠是同一個道理 那我也嘗試了使用Aero Pro加上Sound Connect Pro來打FPS遊戲 體感上真的很難察覺到延遲 基本上如果你使用Sound Connect Pro配上Aero Pro 你就不用擔心畫面的聲音會不同步 那Aero Pro它也有可以自由調整的環繞音效 那在My2App裡面上方有一個X1 Pro的實境音效 那點進去之後你可以調整聲音的音場 那裡面有預測三個場景 分別是均衡電影模式還有音樂模式 那底下的這些紅點你可以想像是喇叭的位置 你可以選擇喇叭的位置可以離你遠一點 或是近一點點來塑造不同的音場 那音場調整好之後 你可以再開啟這個Turbo Bass來增強低音 所以它的整體的玩法是非常多的 你可以自由的控制音場的遠近還有水平的位置 它可以客製化的範圍非常的廣 玩法非常的多變 那最後這個Aero Pro它擁有IP55的防塵防水 所以灑到水是沒有問題的 好我們來聊一下另一款自私音開放式耳機Track 開放式耳機在近幾年開始漸漸收到歡迎 那現在主流的耳機它都會把耳朵給塞住 那沒有關掉音樂的話其實也是很難注意到 身邊有沒有人在跟你講話 那開放式耳機的進步會開始解決這樣的困境 那開放式耳機現在也開始擁有保護了低音還有高解析度 那同時也保留著環境音 在這幾週的使用過程之中呢 我都會在打稿的時候 或是說不想找到家裡的時候 戴上這個Track的開放式耳機來聽音樂 那這個Track裡面說的自私音是什麼意思呢 Track它搭載X1的Tiler ID Adaptive自私音聽感技術 那主要是可以根據環境聲音來自動調整Track的音量 那因為開放式耳機它沒有被動隔音 所以它沒辦法阻隔掉環境音 那如果你走到另外一個場景環境音變大 這個Tiler ID Adaptive自私音聽感技術 它也會自動把Track的音量給增益上去 那這個音量增益的不是手機控制的音量 而是增益Track本身的音量 那這個Track還加上了Hearing Filter開放式通透濾波技術 簡單來說它就是能夠把環境噪音給過濾掉 那這個Track另外還有搭載了Tuber Bass Adaptive自私音的低音補償技術 開啟之後會根據音樂的內容還有音量大小來自動補上重低音 所以Track它不單單只是一個掛在耳朵旁邊的小喇叭 它內涵的多種聲學技術 它可以讓聲音非常的乾淨 它的低音也非常集中渾厚 當然這個Track開放式耳機也有配上X1的招牌 X1 Lite實境環繞音效 它可以讓開放式耳機擁有環繞音場 它一共有兩個等級各有三個狀態可以做選擇 那我在這幾週的使用過程中對Track的配戴感是非常滿意的 因為它本身非常的輕 所以你戴上一段時間之後 你就會忘記它戴在耳朵上面 還有它的耳掛是可以上下調整60度 左右調整90度的 所以你可以把單體的位置盡可能的靠近耳洞 但是我自己更習慣把單體的位置塞在耳洞的上方 這樣才不會讓音樂塞滿整個耳朵的洞口 可以真正做到開放式耳機的這種感覺 那我使用Track的過程中我一直都是開著低音增強 還有通透濾波模式來聽音樂 那另外我也很喜歡開X1 Lite這個環繞音效的Level 2的音樂模式 這兩個模式是我很喜歡的聲音表現 那當然你也可以使用Tiler ID 2.0來克制化自己的EQ 所以它的玩法非常的多變 應用的範圍非常的廣 可以針對個人的使用狀況去做調整 這個Track耳機的續航時間有9個小時 那充電盒本身還能夠再提供27小時的續航時間 那也因為要平放耳機 所以這個Track的耳機會做的比較大比較寬 那Track還有一個蠻有趣的功能 就是點到MyTune的設定裡面有個聽力保護模式 那因為Track不是錄耳式的耳機 所以聽音樂的時候會不自覺的一直想要放大聲音 來提升這個沉浸感 所以這個聽力保護模式可以讓耳機的音量所在85dB以下 它不會讓你不自覺的一直提升音量來傷害到耳朵 它會根據使用者的實際使用狀況來設計一些特別的功能來保護使用者 那整體來說Track這個開放式耳機 它的連線穩定度還有聲音延遲上也都有很好的表現 它不會有聲音不集中的問題 它擁有很多讓聲音更純淨的技術之外 它的聽力也非常的優秀 所以如果你不習慣錄了式耳機的話 你可以嘗試一下開放式耳機 那綜合來說這次X1推出的Aero Pro還有Track開放式耳機 它內含的各種聲音學技術還有機身設計都非常的優秀 都是屬於高品質真正有低延遲還有好適應的產品 那我也非常期待X1它們未來可以推出更多好的產品 好啦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按讚訂閱分享 記得開啟小鈴鐺 追蹤我的頻道還有IG 我是一豐Chris 那就下部影片見啦 掰掰